在上甘岭战役的第六天 135团二营奉命发起反击 担任主攻的六连 连续发起五次中击 均被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锁足 上去一波 牺牲一波 大家眼泪都急出来了 崔建公命名说 八连已经攻上主封阵地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打掉零号阵地 否则天一亮 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 你们将腹背受敌 要坚决打掉他 我们看到六连没有退路 15军没有退路 这个时候黄机光挺身而出说 让我上吧 只要还有口气 我一定炸掉他 他带领两个通信员去执行爆破 那句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 让祖国人民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来自艺术作品的加工 现实中 他们三个腰一猫就冲上去了 三个人很机灵呀 交替掩护跃尽 当距离这个火力点 三四十米时 一个通信员牺牲 另一个负重伤 忽然 黄机光的身影 就像个斗号似的停顿了一下 他中弹了 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 他连投几枚手雷 但只炸塌地保一个脚 这个时候 他身边已无弹药 全身七处负伤 六连指导员看到他还在继续江南的向前爬 他为什么还要向前爬呢 黄机光爬到了射击死角处 用力支起上身 侧转向阵地 招了招手 张嘴说了句什么 但是坡下的人听不清 指导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 说 快 黄机光要堵枪眼 就见黄机光展开双臂 扑向地保 用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枪眼 美军的机枪洞穿了他的胸腹 被机也被打飞了 他趴在地保上 双手还紧紧扣住地保顶部的麻包 网上曾有人质疑说 机枪可以把人打飞 所以黄机光的事迹是假的 这种说法完全是谬论 黄机光堵枪眼 不在于挡子弹 而是在敌人地保的机枪 射击方向上 挡住敌军的世界和射界 黄机光是在用自己的身体 为战友赢得冲锋的时间 所以当敌人的机枪突然哑巴时 战士们大喊冲啊 为黄机光报仇 一分钟左右就将地保拿下了 1953年 黄机光被追击特等功 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 七天七夜的反复争夺 志愿军顶住敌人的狂轰烂炸和轮番攻击 坚守阵地 崔建功市长曾在打得最艰难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他说 打胜一个连 我去当连长 打胜一个班 我去当班长 只要我崔建功在 上甘岭 还是志愿军的 这一阶段 志愿军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 必伤敌7000多人 到10月20日 第一阶段作战 基本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